有138宗是核酸檢測阳性的個案 和135宗是快速檢測阳性的個案 總數是273宗 在今日的個案裏有27宗的輸入性個案 學校來說是長假期的學校 有三天都沒有上學 今天我們收到34個陽性個案 這34個個案就是影響了32個學校 有31個學生和3個職員 在元朗那間某單、金國相品、火鍋、散散鍋 有多8位個案曾經在那裏吃東西 這次在餐廳的傳播 其實都是跟我們較早前 在第五波初期的時候 知道的Omicron的特性其實就差不多 因為其實Omicron的傳播性是非常之高的 在一些不戴口罩的情況下 比較有一些這樣的傳播 在我們都是預期之內 所以大家都是需要 特別去一些不戴口罩的地方 就一定要打齊針